久違的海鮮小吃系列 這次回到了新北瑞芳的森澳 之前拍了好幾集的海鮮小吃 總是能留下不少的遺族之汗 今天我們走了四家 你可能不知道的森澳海鮮小店 那種你路過一直看到很多車停在門口 卻不知道裡面在幹嘛賣什麼的那種 你是不是也曾經經過這些店 帶著同樣的疑問呢 這邊我們先賣個關子 看看各位是不是也去過呢 不要再問我地址跟路線了 趕快下載攤牌購取得本集行程所有美食景點 只要點擊資訊欄或置頂留言的連結 加入我的最愛就可以收藏起來囉 今天遺豬之汗不知道第幾集來到瑞芳生澳 那我們今天要來吃一些海鮮小吃 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我們有報名走鐘獎 走鐘獎的票選活動已經開始了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去幫我們投票看影片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吧 好 但我們要來不及去到我們的片段 現在還是要去過 每天都可以來吃 如果我們要去做一台餐廳的 我們要去吃飯 цент木魚 我現在要來吃一台餐廳的 我現在多點點 你看這台餐廳的 你這樣要去吃嗎 你這個身體 這家叫做秀檬石井麵 你看這家叫做秀檬石井麵 這家叫做秀檬石井麵 它主要就是有 湯麵 乾麵 分成沙茶 原味 咖哩三種口味 然後 如果你太晚來的話就吃不到 因為店內只有阿嬤一個人在料理 通常都要等滿久的 店內又沒有冷氣 所以來吃的話要有點耐心 我跟你講 你下午大概1點來 你就會吃到隱藏版菜單 真的假的 羹 閉門羹 我來吃吃看 你先喝一口湯 我跟你講 如果經過你會不知道這邊是在賣麵 你會看到外面停一堆車 對 蠻像鐵皮屋不知道幹嘛的 但是像我這種有做功課的人 我就知道這裡面有好料的 走進來 人滿滿的 我跟你講 你沒有早一點來真的是吃不到 而且我剛剛在拍的時候 阿嬤就跟我說 不要拍我 這樣說聲音就好了 我不要 它好累喔 它太累了 讚耶 好吃 它的原味也非常的夠味 一口湯喝下去 滿滿的都是海鮮跟洋蔥的甜味 而且在碗裡面其實就可以看到不少的洋蔥 我覺得它的特色就是它裡面洋蔥 放了很多 所以它那個湯跟麵吃起來都是那個洋蔥點 這洋蔥非常好吃 已經軟化了 其實這裡面最吸引我的是這個豬肝 因為它實在切得太厚了 我們來吃吃看 應該會以為是什麼牛舌之類的 很像這個口感 因為真的很透實 它雖然厚 但熟度還是掌握得很好 這碗裡面還有透抽 蝦子的話有三隻 這碗是咖哩炒麵 但我真的不確定它是炒麵還是湯麵 因為這個湯看起來還滿多的 我確定它是炒麵 因為乾麵的話 我剛剛看了一下湯是滿滿的這樣 湯麵啊 對 湯麵的話是滿滿的 它整碗基本上料都是跟剛剛 原味湯麵是一樣的 只是裡面多了豬肉 這豬肉切得也是很厚 豬肝一樣也是給你很厚 它的紋理看起來很好吃 先來試吃一下 這份咖哩炒麵比起 一般外面的炒麵還要溫和一點點 它是在原來的原味湯麵上面 再加上咖哩的原素 原味炒麵上面 原味湯麵 它裡面還是會有洋蔥的香甜 並不會全部把它蓋掉 我反而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原味裡面非常好吃 然後它那個又沒有跑掉 又增加一點咖哩的香氣 我原本是想吃到那種 咖哩爆擊的那種重口味 可是後來想一想覺得說 這樣也不錯 因為你才不會第一口吃的時候 就是很夠味 可是到一半的時候 你就膩到吃不下去 這間店我覺得很推 可是要注意幾個點 就是環境 然後再來就是沒有冷氣 而且還不一定吃得到 我們剛剛等了大概40分鐘之後 對 蠻久的喔 對 所以你能夠接受這幾樣的 可以來吃一下 我自己覺得很好吃 我剛剛看隔壁桌 它的乾的非常的濃稠 就跟你說是 我們的變成是湯的 可是如果以湯來說的話 那個湯頭算是很濃郁的 結帳總共是200塊錢 也就是說一碗湯麵就是100塊 算划算了 很大一碗 就是要剩一碗湯麵 就是要剩一碗湯麵 然後我們先摸到一碗湯麵 我們先摸到一碗湯麵 就用來沸一碗湯麵 然後再沸一碗湯麵 這家是鯊魚醃大王 他們有在做批發 也有零售 所以你來的話呢 就到他們冰箱自己選 他有這種一盒一盒切好的 或是你也可以挑你想要哪一種的 就自己拿盤子然後夾 然後秤重 這樣我們今天就是秤了這一些 這樣秤起來大概將近四百塊吧 對 你如果要分開的話 你就趁著老闆比較不忙的時候 就偷偷問他這樣子 我們特別跟老闆借的地方來試試看 你不要看一樣的份量 每個人切起來可能價格會不同 因為你選的品項他單價不一樣的關係 有的比較貴 有的比較便宜 先來一個什麼來試試看 好 我們先從最熟悉的漁腹開始吃起好了 這看起來就超綿密的 來吃吃看喔 我剛剛已經吃過他的原味 他其實原味就很夠味 超級化掉的 然後老闆給我們的這個醬汁很夠味 他是醬油裡面還有很重的蒜味 然後還加了哇沙餅 他們這邊的這個鯊魚啊都是當天做的 就當天現煙燻的 就是反正很新鮮就對了 加給大家看 他真的是很綿很柔軟的那一種 放到嘴巴裡面就化掉 我剛忘記先試原味 可是呢我就算沾了這麼濃重的醬汁之後 他的煙燻味絲毫沒有被蓋掉 這煙燻的非常非常濃啦 我剛剛放到嘴巴裡面 我覺得好像在吃那個那個什麼豬肉 那個叫什麼滷 滷肉嗎 滷掉的肥肉 滷掉的肥肉 他中間是真的滷掉 然後外面兩層皮這樣 我跟你講這放到嘴巴裡 就彷彿你的嘴巴也被煙燻了一樣 夾破鯊魚醃的筷子變成這樣 你看他是不是真的超綿的 這塊是魚皮凍 我們來試試看 你看晶瑩剔透了 這魚皮凍也是比外面一般吃到的呢 更Q彈 他的凍感更扎實了一些 而且他特別的激燻皮凍 會在嘴巴裡面反彈 會透光 這塊看起來膠質感非常豐富 這是曼波魚皮 趕快吃 他是像就是很單純的果凍 然後有煙燻味 那沒有太多其他複雜的味道 就是很單純很好的膠原蛋白 這是龍腸漫坡魚的腸子 這吃起來真的蠻像鱈魚香汁 剛剛老闆跟我們形容 他很會耶其實 他說就是這樣子越嚼越香 很香那個味道 真的 真的可以吃吃看 鱈魚肚我們來吃吃看 好爽喔 今天吃好多種東西喔 這個也是非常好吃 他咬到後面啊 你的嘴巴裡面會整個 裡面就是膠質感非常非常的重 然後脆脆的 然後又有軟軟的QQ的部分都有 這是花枝標 我們來試試看 對 他其實應該是一對的 可是呢 我們就挑了一個半個 不然等一下一大口吃 真的 哎呀 好吃耶 他外層呢 跟內部的口感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裡面稍微的綿綿的 可是呢 又不會到太過的軟 因為我吃過有的非常的軟 然後你吃一整個下去就會非常的害怕 最後這是曼波魚肉 老闆說很特別 一定要吃吃看 這曼波魚肉啊 吃起來很像那種 你吃很大塊的石斑魚 那他就是沒有太多的纖維感 然後整塊QQ的這樣 總之呢 就是這間 他東西非常新鮮 然後呢 手藝也非常好 早上才現做的 所以很推薦大家來買 你一般在外面可能 小吃他裡面吃到應該就是 嗯 經理邊打邊打 還是這樣吃一般 沒辦法吃到那麼新鮮 這個國標牆他們熱門商品 說遊覽車還是很多人都會特地來買這個回家 酷筍啊 帶點燈油 不只能用 arte點燈油 今天叫做吃冰冰店 那我们点了一碗花生雪花冰 这碗冰是80块 那另外加了仙草所以是90 我刚经过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 其实它我有存在名单里面 那评论上面人家说 这叫做真正的庙口美食 因为它就在庙的 不提供庙的门口 对对对 没错 然后我觉得人超多耶 这个时间 这个样子啊 想说有个爆冰就已经很厉害了 没想到它有那种很特殊的爆冰 像我刚刚看菜单 它有抹茶红豆 抹茶雪花冰 还有奶茶雪花冰 那我们这个呢 是整个雪花冰是用花生做的 非常的香 然后我转过来正面给大家看 你看它光花生就有两种 一种是那种很绵的 已经煮熟的 还有这种就是颗粒脆脆的 那它这样子口感就会很丰富 而且闻起来真的超香的 它很厉害就是它花生雪花冰的花生 哇 就像那种泡泡冰的浓度 在这雪花冰里面吃到脆花生的时候 哇 那个香气真的非常浓郁 那像我自己本身如果有得选的话 我会喜欢吃这种绵绵的花生 那两种口感你都可以一次吃到很满足 我觉得这是点对了 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我刚刚有点吵架 也不是吵架 就是我想要吃奶茶冰 他想吃花生冰 那最后我妥协了 结果好吃耶 但是平日下午后面长这个样子 吃的人好多喔 如果是假日的话 你们就知道后面应该会是 什么另外一个样子 应该外面都挺满车的 然后呢 它是户外的环境 没有冷气 东西很好吃 大家自己斟酌 这间是兰姐透抽羹 之前来拍这个附近的时候 就有观众说 你们怎么没有来吃这一间 所以算是补一下一柱之汗 那他们家除了卖羹之外呢 还有卖一些大物或是清烫类的 其实透抽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它还蛮多比较特别的羹 比如说鲨鱼羹或什么的 我觉得这必须要有条件 因为它刚好都是在海边嘛 它的这个厚丛非常的被削削的味道 感觉很新鲜这样子 我再试试看 很汤喔 吃吃看有没有黏牙 感觉知道是不是很新鲜的 光咬到就觉得很新鲜 而且我才沾到而已 它那个九层塔的香味 整个扑鼻而来 等一下你喝喝看它 它会好喝 而且这个汤 它的那个羹汤 层次感非常的丰富 一层一层的不一样的味道 一直跑出来 像喝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那种蔬菜的香甜味 然后再来 它里面其实已经有调过一些醋了 所以醋的香气也会慢慢的跑出来 然后再来是胡椒也还蛮浓厚的 最后 那个蒜味才会跑出来 而且也是很浓的那一种 我补充一下 它的胡椒是带一点点那种重要香气的 然后它萝卜 还有红萝卜 总共有两种萝卜 我觉得让这两个汤 就让这个汤变得很甜 我觉得最让人家受不了的 就是最后还加了九分塔 真的是很丰富 而且很好喝 我刚刚在羹汤说了很多 但是主角透冲却没什么琢磨 因为它就是新鲜的那种好吃 好吃就是好吃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完全不需要废话那种 而且我跟你讲 我来的时候就想说4.1分 应该就是我可以预期的好吃 结果我觉得是超乎我的预期的好吃 如果要给我Google 5分里面的话 我会给它到4.5分的好吃 这一碗灯汤 我们来吃一下酥炸鰻鱼 我们来吃一下酥炸鰻鱼 这一盘好像是150 对不对 就它们很多这种炸物 我刚刚看到它还有在炸鲨鱼 但是我们今天吃满多鲨鱼 所以我们就点红烧鰻 酥炸鰻鱼 酥炸鰻鱼 粉红色 没有水准 它的外皮很酥脆不反油 那吃到里面的话呢 可以吃到淡淡的酒香气味 再来是肉质很软嫩 我们一般在吃很多鰻鱼的时候啊 它的那个 鱼鱼太肥了 会让你吃起来觉得很油腻 但它们家不会 不过里面有一些刺要小心 我觉得这一间 我目前点到两样东西啊 都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我一定会在访 我们来总结一下 瑞芳生澳这一带呢 有非常多的海鲜餐厅 海鲜小吃 那我们之前呢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拍了两三集吧 还是没有把我们的清单给清完 今天算是遗珠之汗了 那我们有避开一些相同性质的小吃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清单没有清完 而且有一些是 今天刚好没开 那我们今天其实拍的没有很多间 因为主要原因是 体力上也是有点累的啊 想说转换一下 而且又很想要吃海鲜 不想要再吃只是小吃这样子 那这边呢 还有很多清单没有清完 所以之后可能还会有遗珠之汗二 遗珠之汗三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大家拜拜 对那大家再持续推荐 然后我们也有看到一些新的店 也会帮大家采采店这样子 好 拜拜 为什么会开一间鲨鱼宴在这边 哦 我是久运出生的啦 那当时家里没钱啦 所以说我就到遗珠之汗工作 赚钱赚得多 拿回去就给妈妈 妈妈看到我拿钱给他一条信了 孝顺孝顺 我就不怕辛苦的在遗珠之汗工作 那会做这个鲨鱼宴是 妈妈在家里的时候 肯定煮过一次 安心过一次在家里面吃 我就淹了 淹清了给遗珠之汗的少有人吃 大家一口同声都喊 那是好吃的 然后我就离开遗珠之汗 就来这边 刚好这个房子要卖 我就来这边买这个房子 就在这边 派一三个鱼宴来啦 那一泡就红了 好 感谢老板 生意兴隆 哇 真的很隆很隆 生意兴隆 谢谢